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举行文化祭 红毛班长热情洋溢地询问同学们的意见 最终大家一致决定举办石头展览 女神是学校公认的校花 所有男生见了她都会惊叹不已 驴哥发现女神的内心又自恋又公主病 便对她十分冷淡 女神看驴哥不甩她又气又恨 发誓要让驴哥喜欢上自己 女神开始追驴哥 转眼间文化祭到了 大家都在准备各种各样的石头 女神也没闲着 她打算借此机会把驴哥拿下 可是驴哥早早读到了女神的心思 不动声色东躲西藏 但是你们不要小瞧一个恋爱中的少女哦 女神硬是读到了驴哥 约好一起去鬼屋探险 驴哥盘算着赶紧甩掉这个麻烦 这是一位不速之客突然到访 来者的长相不太具体 她自称驴哥的基友 驴哥看不懂她的心思 女神看见她也觉得很搞笑 三人各怀鬼胎走进了鬼屋 基友的长相把扮鬼的人都吓了一跳 过了鬼屋 驴哥去洗脸 基友却拿走了她的眼镜 这下大事不好 驴哥的眼睛看谁谁就会实化 所以戴个眼镜阻挡 一般出了这事 驴哥会让时光倒流 可是目前情况不允许啊 驴哥思索了片刻 瞒天过海的把基友当做了自己的石雕作品 做完这些 驴哥赶紧戒了个眼镜 这时冤家路窄 刚好碰到了女神 同学们恶作剧用浇水把门锁住了 怎么也打不开 驴哥无语的看着女神 这时外面一阵喧闹 一大批黑社会来学校砸场子 驴哥只好发动超能力 把他们都挪走了 这一招也耗费她大量的精力 驴哥当时就颜值崩塌 昏迷在地 女神却觉得是自己魅力太大导致的 女神被驴哥头上的棒棒糖吸引 拔下来仔细观察 这下全世界乱作一团 卫星失控 各国系统瘫痪 人类危在旦夕 这时驴哥及时苏醒 但他没了棒棒糖 控制不了自己的超能力 一掌震碎了一个柜子 下个女神把控制器甩飞了 惊慌失措的女神拿出了兜里的棒棒糖 试图顶替一下 驴哥是拒绝的 用意念让女神睡了过去 然后找回了控制器 第二天驴哥恢复了精力 他让时间倒流 修改了所有人的记忆 大家都正常上学 其实这已经是第二个文化季了 这意味着驴哥又要过一遍 刀心的昨天 真是光想想都让人颤抖啊 要坚强啊 驴哥 好啦 电影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视频 请大家关注 女神吧电影和驴哥说电影哦 原版电影下载 请搜索关注 微信公众号 驴哥说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吧 咱们下期再见